去年我做的志愿军八进八出八打猪排山 在全网播放量接近9000万 有无数观众表示 过瘾 能不能再来点这种刷怪房的故事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讲志愿军十二军的风神驿战 他们不但用八进八出八打猪排山的战法 四进四出首都高地 紧接着用一手只进不出的战法 刷爆了伪首都师 要问十二军为啥逮着伪首都师不放呢 这要从一张委任状开始聊 1952年伪首都师师长宋瑶子 宋瑶赞得到了新的伪人状 即将升任南部军区总司令时 他手下的王牌白虎团 决定在宋师长任职的最后时间内 帮他在履历上留下光荣的一笔 以表忠心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这一笔真光荣 他挑来挑去 挑中了拿三十五师当机品 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 后来上甘岭战役的前线指挥员 他的前身为中原野战军六纵十七旅 相反战役刀批三冠 淮海战役总攻双队级时的开路急先锋 就放在中国的军队中 也是出了名的敢打敢冲 退一步说 就算伪首都师没做过被调 不知道三十五师以往开挂一般的战绩 那他也应该想想 他是怎么和三十五师对上的线 可惜他没想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952年伪六师被支援军十二军 军训了几次以后 伪六师表示我不服 然后他就针对十二军 发起了报复性的进攻 还取了个气势非常足的名字 回击行动 可是回击了几次发现 不好使 自己地盘越来越少不说 士兵也越来越少 以至于后来不得不收缩防徐范围 才能应对十二军 而被伪六师喊过来帮忙 秉坑站位的正式伪首都师 他当时信心满满的接防了这片山区 在装备方面 他碾压了其他所有南朝鲜军队 他是南朝鲜唯一一支 拥有机械化部队的队伍 下面且看十二军 是如何刷爆的伪首都师 这第一个上来送的 就是白虎团三营 手指山是根据战场态势 相形化以后而得名 在韩国的视角看 这条山棱如同一根竖起的中指 1952年开始 很长一段时间 山北坡和东段山棱 是我军的 山南坡和西段山棱 是敌人的 一直到7月7号 宋谣赞准备离开前线 走马上任总司令 于是白虎团决定 长官临走前 我给你表演一个 你稍等啊 他喊来围26团 阳攻六二摇高地 吸引我军注意力 趁此机会 白虎团直接亮出王牌主力 三营 对手指山东段山棱 发起了猛攻 首先 集中了所有炮兵 一个小时内 对着这个小山包 扔了一万余发炮弹 然后步兵的冲锋开始了 关于战斗经过 可能没办法讲的太细 因为十二军 只记载了寥寥数字 经过四个小时的基站 我105团 九连二派 伤法很大 转入坑道内 在记录史料方面 可以说十二军 确实太力了 很多非常硬的阵地 他们都没记 可能这就是十二军的风格吧 能打 却不善宣传 下边我们切换一下视角 用韩国军事 来倒推二排这四个小时 都经历了什么 1952年7月7号 白虎团准备学着 志愿军的方法 搞一次夜洗 于是从傍晚 就开始做战前准备 几个小时后 凌晨1点 为一团三营 从手指山西四山冷 出发了 以九连为主攻 十一连为二体队 十连为预备队 九连负责手楼冲锋 他以两个牌 从正面进攻 另一个牌 沿着南刺山坡 迂回包抄 经过45分钟的战斗 攻占了志愿军 坚守的第一个小山包 可当伪军 刚站上山顶 就遭到了志愿军 炮兵的集中轰炸 瞬间 一个牌的伪军 就成了尸体 由于这个时间太巧了 而我们自己 又没有任何记录 所以无法确定 为什么炮兵的轰炸 在时间和方位上 能如此精准 我甚至不得不相信 是否出现了一位 向我开炮的勇士 伪军被挡头一棒 敲蒙了 但作为献礼仗 当然不能就此罢休 于是他们硬着头皮 继续向东进攻 双方又激战一个小时 当敌人攻入 最后一个小山包的时候 志愿军二连 以最后的兵力 一个战斗小组 发起了反抽风 敌人被这支反击小组 一路打回到了 第一个小山头 双方这才停下了脚步 伪军点名 出发前 九连140多人 一来一回 还剩50多个 于是 他们撂挑子不干了 这样之下 营长只能把11连拉上来 11连上来以后 走到第二个小山包 没发现志愿军 于是继续向前搜寻 可这时 志愿军的炮兵发威了 11连一枪都没有开 就伤亡惨重 撂挑子了 然后营长又把预备队 10连投入了进来 这次他们学老实了 走到第二个山头以后 不急着往前走了 而是先修攻势 挖防空洞 这一挖就是一整天 准备再入夜 再发起进攻 想的挺好 天的确会黑 但天黑后 再次进攻的 不是他们 我105团下令 反击 105团七连 在炮弹的弹幕下 冲了过来 一个牌正面吸引注意力 实则主力 从北侧山坡 迂回包抄 第二个山头 五分钟左右 全坚守地 敌营长不断地 尝试联系11连 要他们注意加强防御 并四级支援过去 但短短24分钟后 11连也永远地掉馅了 敌营长大怒 这可是先例啊 如果师长临走前 给他的履历上 添上这么一笔 那以后有小钱穿 所以他缩哈了所有兵力 也就是那个 仅剩50人的酒连 还有营机炮连的一个牌 共计60多人 发起了冲锋 结局嘛 出发了 也被全坚了 战后7连 即集体一等攻 这场县礼大战 就这样 以打光一个营 为结局 而宣告结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此战的失力 并没有影响 为首都市市长的升迁 战斗一结束 9号当天 市长就晋升了少将 并担任南部军区总司令 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 此战打开了潘多拉摩河 以至于 短短三个月之后 又把他给调了回来 拯救摇摇欲追的 首都市 回到今天话题 经此一战以后 为首都市算是把12军 给惹火了 12军即将吊打刷爆 为首都市 抗美援朝时期 如果要选一只 南朝鲜最大的显眼包 那一定是今天这支队伍 为首都市 从翻号上看 就知道这支队伍 是李承晚的御林军 他的装备是南朝鲜队伍中 最先进的 在抗美援朝最后一战时 支援军11个人 掏了他们一个 王牌团的团部 缴获了他们团棋 当然 他们的丢人现眼 并不局限于此 现在在朝鲜境内 有一个山包 叫首都高地 而这个首都高地 其实说的是韩国首都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乌龙 是曾经南朝鲜 为首都市 在这里打了几场小声仗 就觉得自己 简直不要太牛逼了 为了让世界 记住他们的战功 所以脑瓜子一热 就把这个山包 改名为了首都高地 不承想 他们改了没多久 就被志愿军给收复了 1952年8月5号 十二军三十一师 104团四连三排 副排长杨春增 带领队伍 对首都高地进行反攻 数个小时 全检守敌一个牌 在天亮之时 我军按计划撤回去 可偏偏不巧 就在撤退过程中 遭遇了敌人的反复 为了掩护大部队的撤离 他率领九班八名战士殿后 过程中 他们被敌人咬住了 战斗到后来 仅剩他和卫生员幸存 弹药也全部用完了 他以命令的口吻说 你回去 这里交给我 卫生员离开没多久 只听一声手榴弹的声音 那是杨春增 同归与尽的声音 他用最后一枚手榴弹 带走了十多个敌人 战后 河北沙河 杨春增 追击特等攻 受一级战斗英雄 朝鲜授予共和国英雄称号 他也是志愿军中 仅有的十二位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之一 104团 为了给羊排长报仇 在接下来的三天中 又连续三进三出首都高地 共计间地三百余人 第四天 伪军再次登上这座 空无一人的山包以后 都在发愁 这晚上咋办呀 不会被刷第五次吧 一边紧锣密鼓的修筑防御攻势 一边寻找万一十二军来了 从哪里逃跑更安全 但十二军 当晚却没有出动一兵一卒 因为十二军下了一盘更大的棋 自上次战斗结束后 十二军对围首都市防御的首都高地 和首指山进行了全面侦察 首指山方向 现在是南朝鲜唯一一个装甲团在防御 首都高地是围26团在防御 时间来到9月6号 我军下令101团出击首指山 但是不攻占主峰 只推到东北第一无名高地为止 至于为啥 一会给大家看敌方视角 你又得惊呼 这志愿军怕不是有算命先生吗 104团出击首都高地 下午5点50分 101团出动了33门火炮 对首指山进行轰炸 趁敌人藏在防空洞的时间 七连三排悄悄地抵达了敌人阵地外围 6点10分 火炮向敌纵身方向开始延伸 三排藏在弹幕下 跟着炸点同步向前挺进 其中 九班向左侧被迫奔攻 牵制敌人后方兵力 八班从正面强攻 七班沿着北侧山坡 直接奔着主峰东北第一无名高地迂回 八班一个班 以两人轻伤为代价 连续炸毁七个地宝 全监敌人两个班 把战线推到了最后一个小山包 可这时遭到了敌人地宝的压制 带队的副连长 令机枪把子弹 冲着地宝射恐猛射 敌人可能是被吓的 居然出现了一两秒的火力空单 就是这一两秒的空单 我爆破组把爆破桶扔了进去 一声巨响 地宝没了 八班一股脑地冲上去 守备主峰的敌人 后边的火力点 瞬间丢掉了所有的武器 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开始跑路 被他们卖在前边的哨兵 只能藏进攻势里 做最后的挣扎 而那些跑掉的人 跑着跑着 完蛋 我七班穿插到了他们后边 当即劫机在此 敌人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疯狂地进攻七班阵地 毕竟这是他们唯一的讨路 这里插下敌军视角 其实七班穿插出发没多久 机甲团是发现了他们的 但他们根据以往 志远军的作战特点推算 这回志远军的目标 应该是690.1主峰 所以他们紧急加固了 主峰的防线 再切回我军视角 这次总攻 只打到东北第一无名高地 七班的穿插位置 有如打折七寸 不但让敌人加固的防线 没卵用 而且哪怕我就在你情报里穿插 你都防不住我 我们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是不是有种牛上天的感觉呢 当他们后知后觉 发现我穿插队伍 目标是截击 第一无名高地后侧的时候 即从690.1高地 调兵过来支援 七班陷入了前后受敌的困境中 但大家抱着誓死完成 关注战场大门的决心 与敌人拼杀 到后来 有牺牲了死死掐住敌人脖子的 有抱着敌人拉响手续弹的 有浑神是血 毅然在拼此刀的 已经无法统计 七班到底阻击了多少敌人 直到晚上11点 八班终于干掉了山包上的残敌 占领了全部阵地 伪军这才放弃了救援 七班才有喘息的机会 鉴于三排 伤亡已经巨大 七连决定 二排上去把三排换下来 二排进入阵地后 除观察哨在阵地上 其余所有人藏进后方坑道 没多久 敌人出动了两个班过来反扑 二排把火力阻喊出来 等敌人走到近点时 突然开火 死伤一堆后 跑回去了几个 你认为伪军会放弃吗 并没有 你认为我军还会没守成规 用老套路吗 当然也不是 敌人这次出动了一个整排 想靠人头优势 打跑我军 这回我军根本没给他们接近的机会 把他砸了下来 又死伤了一大堆后 又跑了回去 跟守指山同时进攻的 首都高地方向上 我104团九连 出动了两个牌 兵分三路夹击首都高地 仅六分钟 便全见敌人 站在了主峰封顶之上 伪26团在想反扑 已经丢掉了所有的局点 于是 他们集合了全团的火炮 掩护着两个连 过来进攻 很多阵地 弹尽凉绝后 跟敌人拼上了刺刀 但敌人始终没能突破 我军的防线 伪26团团长 只能喊平当晚的进攻 天亮后 伪首都市市长 责令机甲团和26团 不惜一切代价 夺回守指山和守都高地 其中 以守都高地为重中之重 毕竟这座山 是他们改的名 把这篱笼丢了 跟被志愿军 踩在脑袋瓜子上羞辱 没啥区别 至此 战役进入第二回合 敌宫我守 十二军的封神战 也从此刻开始书写 今天给大家讲个 屌爆了的故事 抗美燃朝1952年7月到9月期间 南朝鲜伪首都市 从市长到营长 出现了频繁的调动 为啥呢 因为这俩月 在这个市当营长 是一个高危之夜 志愿军十二军 掌握着他们的生死簿 上来一个 就被十二军嘎掉一个 1952年9月6号晚上 十二军攻占了守指山 和守都高地以后 伪首都市 组织了彻夜的反扑 军没能再次占领 于是天亮后 伪26团把全团的预备队 全都给了三营 尤其营长金城寿统一指挥 是要夺回守都高地 他们还没意识到 自己将成为 被十二军刷爆的第二个营 步兵出发前 美国战机对这俩山头 炸了一遍以后 金城寿令十连在正面阳攻 九连趁机沿着东侧冷线 迂回穿插 十二军没想到 敌人竟然也会来这么一手 所以敌九连 一举突破了防线 等发现他们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山顶 今年的我军队伍 立即前去反击 后来仅剩重伤的战士 郭龙凯一人幸存 他拿起最后一枚手里弹 跟敌人同归于尽 战后四川中将 郭龙凯追击一等攻 受二级战斗英雄 就在阵地即将失守的时刻 七连顶着敌人的轰炸 支援了上来 终于打退了全部敌人 后续 尾26团一个上午的时间 发起了四次大规模反击 以把三营 打得失去了战斗力为代价 换回了全部进攻失败的战果 尾26团团长 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一生气 把市长配属给他 当预备队使用的 白虎团一营 送到了首都高地下 他们便是被刷的 第三个营 尾26团团长下了死命令 务必于下午一点半以前 夺回首都高地 由于白虎团一营 是临时被他们拉过来的 所以根本没有准备的机会和时间 仓促地投入了战场 有多仓促呢 哪能走 哪不能走 他们都不知道 在我军观察哨的眼皮底下 乌样乌样地过来了 我观察哨 把坐标给泡兵以后 叮当一顿响 白虎团一营营长 重伤 他身边的情报官 嘎了 尾26团团长惊呼 不得了啊不得了 这跟兄弟部队借来的队伍 仗还没有打 就把别人的一把手 给安排死了 这可杂整 于是把昨晚志愿军的手下败将 他的三营营长 金承兽又拉了出来 由他指挥着白虎团一营 进行战斗 这下兵不是自己的了 用着不心疼了 金承兽 以整年为单位 对我军发起了攻击 在人头优势下 敌三连突破了我军防线 关键时刻 新战士胡志仙前辈 挺身而出 带领阵地上 幸存的五名战士 向敌人打了一波反冲锋 击退了敌人 保住了首都高地的防线 战后 浙江 剑德 胡志仙 即特等攻 白虎团一营 在尾26团三营长的指挥下 也失去了战斗力 逐渐的放弃了进攻 手指扇方向 我军知道敌人天亮后 肯定会过来玩命 所以昨晚 101团八连一排 一班三班 顶上去接替防御 果不其然 天刚亮 机甲团二营五连 便过来了 战斗异常的惨烈 我两个班 只剩最后五个 能战斗的人 机甲团团长 感觉胜利就在眼前 他立即把预备队一营 全部调了上来 如果不是对照双方的战士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南朝鲜 为了打志愿军五个人 不算现有兵力 他竟然又拉上来一个营 我们这五个人 沉着接地 机枪手张国祥前辈说 把敌人放过来打 与此同时 把敌情告诉给了炮兵 随着敌人走到近点 伴随着我军的炮火 五名战士用机枪 步枪射向敌群 就这样 敌人最先冲过来的一个整连 没起到任何作用 败下阵去 击退这波敌人以后 五名勇士不退反进 向前走了一点 换了个新的位置 继续等着敌人 没多久 又有敌人过来了 这五勇士 方法没变 机枪团长竟然说 不好 志远军的援军上来了 于是他令炮兵 在我阵地后方 拉起了一层弹幕 隔断了我军支援路线 然后出动了一个加枪连 殊不知 阵地上我们依然只有五个人 可是这个加枪连 并不知道啊 如此大张旗鼓的进攻 是因为他们团长说了 这上面有新的志远军援军 所以这个加枪连 不敢快速通过山凹 就怕自己成了防弹衣 他们磨磨叽叽 一个挨一个的过 结果就是 一个挨一个的过来 被我军点射击毙 机甲团团长得知后 破口大骂 要求他们以赶死队的形式 以牌围单位 发起冲锋 然后这一扎堆 我尸属炮裙 发威了 一轮炮火覆盖过后 加枪连 伤亡殆尽 这样机甲团一营 成为了被刷爆的第四个营 而十二军到此 仅仅动用了四个连击舰制 但如果不算还藏在坑道里的 预备队的话 当前只用了两个多连的兵力 敌军团长刘在兴得知后 为之一惊 到底发生了啥 我们南朝鲜 不是没有发起进攻型战役吗 之前针对十二军的回击行动 不是喊停了吗 你为首都师 怎么一个昼夜就快报废了 为首都师 这个新上任的师长 为了让前线兵力看上去 别那么丢人现眼 把后勤人员 师部直属人员 甚至连厨子 都补充到了一线队伍中 刘在兴还从后方调了两个团 来补充他们 提供新兵 为了挽回颜面 为首都师决定 让这两个高地 变成昼夜不停的血肉模放 比不过战术 咱就比谁人多 谁先没有新兵了 算谁输 抗美援朝时期 南朝县的军队 真是一堆卧龙凤厨 曾经志远军 把他们四个师 打得一枪不开 脱军装 钻山跑路 还有一次 把他们的围武师 打得集体跳河套跑 在汉江表演了一场 大型的跑男真人秀 还有一个王牌师 手下的王牌团 被志远军11个人 掏了团部 绞了团骑 没错 就是白虎团 要说这个白虎团吧 他的故事闹剧 可太多了 1952年9月8号凌晨 距离上甘岭战役爆发 还有一个月06天的时间 而在上甘岭东边 几十公里的地方 有两座山包 却提前上演了 类似于上甘岭一样的 血肉模放 十二军和韦首都师 在首都高地和手指山上 反复争夺 在首都高地方向 白虎团二连三连 都已经非常残废 但他们依然在全力进攻 9月8号凌晨3年10分 以这两个残步 在西侧虚张声势 趁我军被吸引注意力的时候 一连从南侧突破了上来 这时白虎团嗅到了胜利的味道 于是要求二连三连 在正面发起冲锋 务必攻上山顶 与一连会师 战斗变得更加残酷 我主峰一度失手 就在这关键时刻 十二军又出现了 向我开炮的勇士 他是谁 我们不知道 韩国军史中记录了这样一句话 志愿军炮兵发射炮弹 猛力轰击山顶 结果敌我都被炸得血肉横飞 我冲入山顶的突击队 全部战死 其余连队不得不撤下山坡 返回原地 伪26团三营长金城寿 不光把自己的部队打光了 还把借给他指挥的白虎团一营 也给打光了 但是进展一点都没有 仗已经打到这个份上了 他只能硬着头皮硬顶 于是把所有连队的残步 交集在一起 一共120余人 把首都高地附近的火炮 全都戒掉了过来 发起了最后的阴攻 山上的我军队伍 104团7连9连 已经连续作战 没有休息 没时间休战好 伤亡也非常之大 在面对敌人 最后这波攻势的时候 显得非常费力 9连有个阵地 仅剩最后4个普通战士 战斗组长级以上人员 全部起升 而且跟上级之间的联络 也被敌人的炮弹炸爆废了 没办法呼叫支援 而敌人的进攻还在继续 这时 陈树中前辈挺身而出 他说 大家别慌 听我指挥 我喊你们打 一起开火 没有口号 你们藏好 他趴在一块掩体后 冷静地盯着敌情 只听山坡下 有个伪军发出类似冲锋的声音 陈树中完全不慌 没有下任何命令 果然等了半天 敌人没出来 又过了一会儿 敌人又开始下叫唤 陈树中还是冷静观察 又没来 如此往复了几次 直到第六次 敌人才真正的冲了上来 这时 陈树中一声令下 另外几名战士 手榴弹步枪全都用上了 瞬间全捡敌人 然后他们捡了一波补给 搬到阵地上 继续等着阻击敌人 就这样 他们四个人 坚守了六个小时 捍卫了阵地 战后 四川延艇 陈树中即特等光 受二级英雄称号 首都高地整个战场 伪军已全线失败高中 白虎团一营 二十六团三营 最后残存的这点兵力 也被金城兽给送光了 同时发生战斗的 还有手指山 机甲团一营残步 从正面进攻 三营在其右翼 协同配合 我军前沿阵地 上爆敌情以后 炮兵立马发射了炮弹 敌先头部队 伤亡惨重 主攻连连长负伤 气急败坏的机甲团一营长 将三连五连 最后的十个人 组成了一个赶死队 由他亲自带领下 向我军发起了绝死进攻 为了表示战斗的决心 他走在最前边 结果刚一露头 就被我军爆头了 其他人随即一轰而散 赶死队 只有他自己赶死 机甲团团长 并没有因为损失 一员大将而喊停计划 而是要求一营副营长 接替指挥 并继续夺取手指山 下午一点 战斗再次搭下 此时 我七连八连参战的干部 全部伤亡 炮班班长李明堂前辈 将通讯员 观察员 卫生员组织起来 组成了一个战斗班 主动前出迎击敌人 李明堂一声令下 冲在最前边 握着手榴弹 辗转腾挪 忽左忽右 炸的敌人是晕头转向 他也胳膊 腿部 头部多处负伤 但他依然爬行着 坚持战斗 炮班战士彭汉清前辈 也急了 他干脆抱起六零炮筒 用胳膊当炮架 先后打出长弹六发 标准弹二十发 炮炮在敌群中开花 关于彭汉清的这顿操作 韩国军事记载道 志愿军阵地上 发射排击炮的频率 就好似在 投掷手榴弹一样快 为首都师 已经连续反扑多日 伤亡惨重不说 且毫无进展 美军得知后 好心给他们派来战机 进行支援 但是由于 当天天气不太好 所以美军 干脆对这一地区 进行了无差别轰炸 一举轰平了 机甲团三营 营指挥所 其营长当场粉身碎骨 每战机 有力地支援了 志愿军防御作战 机甲团三营 成为了第五个 被打光的营级单位 为首都师 紧急喊停了 全线反扑 转入防御 至此 十二军取得了 第一阶段的完全胜利 敌人伤亡巨大 一下指挥官 嘎了两个 还有一个重伤后 一直昏迷不醒 生死未卜 五个营 真正意义上 丧失了全部战力 必须成建制的 不重兵源 为首都师师长决定 兵源到位后 集中兵力 先夺首都高地 再战首指山 朝鲜战争期间 南朝鲜有个高危职业 那就是为首都师的营长 1952年9月初的那几天 为首都师 白虎团一营营长 被志愿军炮兵 炸成了重伤 昏迷不醒 生死未卜 机甲团一营长 背爆头 机甲团三营长 被美军炸死 还有个营长 因为打不过志愿军 被就地免支 此时的为首都师 不光营长不够用了 大兵更缺 已经先后有五个营 呈建制补兵去了 前线仅剩最后四个营 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 反扑被十二军攻占的 首都高地 于是这边有了 第六个被刷爆的 伪军营 为首都师决定 其他方向 再勒勒裤腰带 辛苦一点 多防御一片地区 把白虎团二营 宅出来 由他去反扑 首都高地 另外 把兵战刚刚运来的 五十多个新兵 组成一支突击连 迂回高地北侧 切断我军增援通道 9月9号晚上8点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炮火准备后 白虎团二营 从西 南 东南 三面铺来 我七连九连 在多日作战 早已伤亡过半的情况下 坚强防御 很多个阵地 开始了白阵战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 104团 七连九连 除前日撤下来的重伤员外 全部壮烈牺牲 为首都师 已经完全占领了首都高地 次日104团决定 首都高地这笔账 不能就这么算了 于是当晚8连 前去反击 尽管此时 白虎团二营的三个连 已经全部在山头上 严阵以待 但我8连 还是一往屋前 所向披靡 不但大量间谍 还重新收复了主风 这样第六个营级单位 白虎团二营被刷爆了 为首都师恼羞成怒 但他已经没有任何 可以用的兵力了 其师长一狠心 把师警卫连 侦察连 和补兵完毕 满血复活的白虎团一营 组成了一个加强营 再次进攻 首都高地 104团团长认为 我们已经完成了 大量监理的任务 为首都师 几乎是个新兵师了 但他们现在 有复仇的心理 有战力加成 所以我们暂且 喊停了进攻 于是104团 主动撤出了战斗 我们今天看了 敌方资料 有上帝视角 只能说这个决定 太及时了 因为为首都师 已经把其余方向的 所有防线 交给了伟三师 还跟伟三师 借了一个营 来给自己当预备队 他把所有的兵力 扎堆放在了 首都高地一线 战后 美联社记者 登上这个山包 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炮弹 把通向首都高地的嵌 打得像块奇怪的坟墓 南朝险军的士兵 头颅和腿 堆积入山 再接着说 首都师全面集中兵力 而且他们去补兵的 那几个单位 全都满血复活了 于是9月10号 机甲团一营 对首都 首都高地的 敌人火力和战机 有绝对的优势 所以我军决定 白天给他们 我们藏进坑道内 入夜后 坑道队伍杀了出来 十分钟 机甲团一营 全被打跑了 阵地又回到了我军手中 机甲团团长 对这一表现 表示难以理解 当他问罪 一营长的时候 营长却说 师长不是说 重点防御首都高地吗 好家伙呀 这给我甩的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去评价了 难道说 不是重点的地方 就可以肆意的逃跑呗 围首都师也意识到 这素质 无力进行争夺了 于是用炮弹 封锁了手指扇 他们抓紧对新兵 进行了三天的整训 9月13号 一营再次出发 我军老套路 再次转入承道 三天过后 101团 担心这三天的封锁 七连八连会伤亡很大 所以入夜反击的时候 六连一排 从后方支援了上来 机甲团一营 就又被打跑了 我七连八连 终于撤下了阵地 休养生息 机甲团一营 这种一打就跑的表现 让他们躲过了一劫 不是被我军打爆的 第七个营 那是谁呢 是白虎团三营 没错 就是那个前夕天 刚被打光过一次的 白虎团三营 这时 他们也满血复活了 14号 凌晨三点半 四架战机和一个炮营 对手指扇起轮番吼炸 密集之程度 让黑夜宛如百昼 我军防御攻势 大不被毁 交通沟 只剩下一条 脚脖子身的痕迹 轰炸结束后 敌十连从正面和右翼 九连从左翼 利用徐进弹幕的方法 开始了进攻 一排长月庆发下令 三班守左翼 六班守右翼 保护好坑道 自己和擒杂人员 防御正面 连续打退敌人 多次进攻以后 左翼仅剩副班长 孔宪敏前辈一个人 再后来 中阴多数扶伤 双目失明 晕倒在了阵地上 战后 锦一等光 三个防线 都面临失守的困境 月庆法前辈下令 所有人退守坑道 敌人占领地表以后 月庆法发射了一枚信号弹 没多久 属于志远军的炮火 覆盖了这片山头 与此同时 105团七连八班杀了过来 炮弹结束后 一排也从坑道内窜了出来 一举重创敌失联 但机甲团三营 并没有打算认输 他跟一营借了个二连 然后要求二连和十一连 从左翼进攻 九连从正面强推 前沿阵地 又一次惨烈的拉锯 新战士姚长星前辈的阵地上 仅剩他一个人 他用插在腰上的十几个手雷弹 炸的正面之地 不敢向前逼近 没想到 几个敌人 悄悄地运回到了他的背后 扔过来一颗手雷弹 他眼急手快 抓起手雷弹 迅速地扔向敌群 把敌人带头过来的那个连长 嘎掉了 他一个人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 守住了阵地 战后进一等攻 这个晚上 我一排 共击尖敌200余人 再次重创 白虎团三营 他们便是 第七个被刷爆的单位 留点面子 姑且算刷爆六个半吧 这时 围守都师师长 终于意识到 新兵再这样送下去 来多少 白给多少 他们简直就是志远军的经验包 所以喊停了这里的进攻 让白虎团再次去整补 在此期间 围守都师又用火炮 封锁了收纸扇 9月18号 他们全部队伍 整补完毕 直接一次性 把机甲团 一营和白虎团三营 两个整营 全部投入了进来 伪军本来想学着 我军的样子 搞一手偷袭 悄悄地向着 前沿连地潜伏 不成想 被我们的观察兽 发现了 然后我们也悄悄地 摸向了他们的方向 距离几十米时 手雷弹一起扔了过去 白虎团十连 一度被压得动弹不得 七连掌 也不是白给的 关键时刻 他冲在最前边 嘴里大声地叫喊着 类似于冲牙的口号 九连连掌 也带头跟我军 拼起了此刀 机甲团一营 也从正面 突入了进来 由于敌人是两个营 我们是一个牌 兵力相差 实在是太多了 我一排后来 仅剩最后12个人 被迫退守坑道 韩国战士说 他们英勇顽强 取得大胜 但如果他们知道了 出动了两个整营 只是把一个牌 赶进了坑道 不知道会是啥表情 至此 手指山的作战 也暂且结束了 有哥们问 咋结束了呢 藏坑道里的怎么办呢 不要急 918这个日期 是有buff的 1952年的9月18号 至此决定 两刀朝鲜 针对联合国军 发起全线战术反击 而藏在坑道里的 这12个人 就是插在 为首都市心脏里的 一把利刃 志远军的神级 事迹太多了 多到我如果 把每个封神细节 都讲明白 估计各位 都觉得我跑蹄了 所以坑道 我带一嘴吧 关于这里的坑道战 就不太详细展开了 在9月21号的时候 12军担心 坑道内的队伍 扛不住了 就令三连一排排长 陈国府前辈 带领12名同志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进入了坑道 然后之前 在坑道内的队伍 又在敌人眼皮底下 溜回到了 我军自己的阵地 而这种 听着像假的的细节 还有好多好多 我们天天 在敌人眼皮底下 为大粉工做准备 我们在准备期间 伪军终于可以 喘口气了 期间 他们不但加强 对士兵的整训力度 而且对各营长 进行了问责 那个连续宋光 好几个营的兵力的 金城寿 被罢免了职务 下期宋别 为手术师 抗美燃朝 有12位中国人民志愿军 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 共和国称号 你知道他们分别是谁吗 位列第一的 是志愿军总司令 程德怀 剩余的11位中 15军和12军 占了6个 其中15军的这三位 如为贯耳 黄继光 邱绍云 孙战元 12军好像除了 胡秀道之外的 另外两位 闲友人知道他们的事迹 今天我们就继续聊 志愿军的钢板 12军 这段故事的时间 发生在 上甘岭战役的前夕 从12军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场战役 和上甘岭密切相关 1952年9月18号 志愿军司令部下令 两刀朝鲜 对全县联合国军 展开秋季反击战 这标志着 数十万志愿军 又一次重兵出击 在12军对面的是 两支南朝鲜王牌队伍 尾六师 尾军中的战力定流 尾首都师 南朝鲜的御林军 装备最好 没有之一 12军和尾首都师 有个非常奇葩的对峙剑 在上节咱们讲的 手指山北侧 有个山腿 南朝鲜称这个山腿为 力动东山 而我军称之为 乙子山 因为据我军资料记载 从我们观察哨的方向 看过去 这座山像一把龙椅 这座山有11个阵地 12军这暴脾气 愣是把东北角的阵地 给打下来了 而且尽管围首都师 高打低 但他们再没能攻干这里 以至于后来围首都师 也放弃了 再打这里的念想 他们不打 是不敢打 而12军不打 是在等大招 1952年9月18号 随着全线反击的命令 下达以后 35师对乙子山 手指山 首都高地 进行了全线反击 鉴于12军 在过去的几个月内 在手指山和首都高地 曾打折了围首都师 六个半营 所以12军决定这回 避开锋芒 重点进攻 乙子山 以104团阳攻守住高地 先杀穿这里 然后主动撤回来 既牵制住敌人 还保留自己的有生力量 101团强攻守指山后 不惜一切的价守住这里 不能让敌人 居高临下的支援乙子山 103团负责攻坚乙子山 当时 伪军防御乙子山的是 机甲团二营主力 进攻的12军 103团二营 决定兵分四路 四连单通一路 他们沿西北山梁 进攻2314号阵地 六连兵分三路 一排中央突破 直取主峰5号阵地 二排沿东北山梁 向上进攻 876号阵地 三排迂回绕后 提袭9号10号阵地 10月6号 12军调来了包括 12门卡丘上 4辆坦克 4门自行火炮 等攻击70余门火炮 只支援103团二营 一支队伍 暂且不跟敌人比 这种火力支援强度 是志愿军非常之罕见的 下午4点40分 所有火炮 空响了一支山 敌灵 地雷 铁丝网 前哨火力点 基本全被摧毁 当志愿军有了火炮 那进展速度难以置信 随着炮火向山顶延伸过去 六连一排 仅6分钟 便攻占了主峰5号阵地 二排进攻途中 遭到一个排的阻击 排长令4班架枪 压制敌人 6班趁敌人缩头的时机 顶上去 这部敌人就这样 被二排干掉了 他们登上主峰的时候 一排对5号阵地的青角 刚刚结束 两支队伍前后脚吧 一排用了6分钟的话 二排满打满算 也到不了10分钟 此时 别人终于回过神来了 把能调集的火炮开始炸 不过炸的这个地方啊 属实难以理解 他们对着9号10号阵地 就是一顿狂轰懒炸 那架势就是 椅子山我不要了 椅子山上我自己的兵也不要了 你志愿军别再接着往南打了 为首都是炮兵的这首怪招 把我6连3排炸得够呛 当时他们刚好冲到这里 这时排长下令 利用残存的交通沟和炮弹坑 继续向敌人冲击 战胜们得力后 勇往直前 如同可以免疫炮弹的攻击一样 数分钟 3排在敌人的轰炸下 歼灭敌人一个排 完全占领了9号10号阵地 最后详细说 4连这一路 当6连1排2排在主方汇尸以后 西北方向的枪声还很远 6连意识到4连受阻了 所以立即定1排支援过去 果不其然 4连进攻开始后 尖刀3排 把路开向了2号阵地东侧 结果到山脚下 发现全是断壁 上不去 而1排2排 也跟着来到了这里 这时 山上的敌人 发现了他们以后 用炮火覆盖了这片区域 连长和张 指导员何欣索前辈 副指导员田希恩前辈 壮业牺牲 关键时刻 副连长王欣喜前辈 带领全连跑出了轰炸区 没让队伍被打散 然后他亲自带领全连 来到了2号西北侧 终于找到了 可以攀登的地方 全连立即发起冲击 机枪手孙友杰前辈 被敌人击中 当场牺牲 这时 副连长捡起几枪 亲自掩护着战士们 向前冲 一口气而杀穿了 231三个阵地 在进攻4号阵地时 和6连1排碰上了 在我军前后夹击之下 4号阵地的敌人 全都藏进了坑道内 彭树生 谢骏 赖赵华三位前辈 组成一个爆破组 对坑道连续进行了 十六次保护 除七名敌人 跳出来 成了葫芦外 其余全部被门死在了坑道里 不过赖赵华前辈 也在爆破过程中 壮烈牺牲 至此 我军全歼阵地上的 机甲团二营两个连 为了保住阵地 6连令一排 立即迁出 阻击可能由 较岩山方向过来的援军 一排领兵后 刚过去没一会儿 机甲团三营 还真就从这个方向过来了 一排的排长 刘凤勇前辈的指挥下 沉着结底 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 乙子山 牢牢地攥在我军手里 与此同时 101团成功地攻占了首指山 104团也登上了首都高地 全监敌人后 又撤了回来 唯首都师被弄的是左右唯南 要唯26团去支援吧 万一104团再回来 那首都高地就白给了 让唯26团坚守首都高地吧 又没有志愿军在进攻这里了 思前想后 有志愿军 你们就死守 没有志愿军 你们就发呆吧 从后方掉了师蜀预备队 从西河南两个方向 反扑乙子山 我六连一排排长 刘凤勇依然在带领全排分战 后来 他被一块蛋片划开了肚皮 肠子一股脑全流了出来 他也瘫在了原地 他把肠子一点点的塞了回去 然后在阵地上爬行着 指挥全排继续作战 直至流进最后一滴血 战后 河南正阳 南清湘 周梦庄村 刘凤勇追击特等攻 守二级英雄称号 十号阵地方向 打退敌人 连排及多次进攻以后 阵地仅剩一排二班的张勇德 林顺两位前辈 他俩打退敌人后 就去搜集弹药 敌人冲上来就协同作战 他俩奇迹般的 坚守了阵地15个小时 这位华川阻击战 四勇士之一的张勇德 再次名扬十二军 容计一等攻 后来 敌人的攻势慢慢的弱了 再后来 几乎没有了 为啥呢 因为机甲团 已经彻底地丧失了 单独作战的能力 为首都市市长 把前不久被志愿军 呈建制大废 刚刚补充完毕 回来当预备队的白虎团 换了上来 他们的安排为 把机甲团二营三营 缩编为两个连 继续反扑椅子山 白虎团两个营 反扑守指山 10月7号白天 白虎团以营为单位 利用人海战术 对守指山发起集团冲锋 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 第一个冲锋营 被我军打垮了 他们把残兵填补到 另一个营内 又一波人海冲锋过来了 由于敌众我寡 我军退守坑道内 这回白虎团也下了血本 把二营全部放在了 守指山上 这座山正常的话 只能放一个牌 由此可见 到底谁是人海战术 随着我军进入了坑道 12军把重炮和卡丘上 统统地冲着守指山起名 而后弹幕封锁了 他们逃跑的退路 我坑道队伍杀了出来 地表反育队伍同步出击 一个小时 白虎团二营 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 侥幸逃了回去 守指山再次回归我军手中 一子山方向 昨晚负责攻坚的部队 已经换了下去 现在是五连八班在防御 机甲团也发扬了人海战术 不讲究阵型 不讲究配合 乌央乌央地往前顶 八班长邓长发前辈 端着冲锋枪压着敌人 同时指挥全班沉着应战 在一阵狂风骤雨般的激战后 八班政府班长相继牺牲 战士也牺牲了好几位 阵地上只剩两名商员 和两名新兵 敌人感受到 十号阵地阻击他们的火力 越发不足 于是组织了一个牌 冲了上来 此时新兵陈彦成前辈 挺身而出 主动带立指挥 在粉碎了敌人这波攻势以后 只剩他和重商员张立真前辈 两个人弹药也没有了 但敌人又过来了两个班 千军一发之际 陈彦成把一块 墨盘大的石头推下山坡 连续敲开几个敌人的脑壳 就在敌人从后侧包抄上来的时候 张立真不知道从哪里 搜集了几个手榴弹 递到了他手中 随着手榴弹四处开花 一战队彻底击溃 八班坚守阵地 一个昼夜 共击间敌两百余名 战后继集体一等功 陈彦成继一等功 八号开始 机甲团已经再也抽不出来 任何兵力来进行反扑了 就算让一些新兵连 来过来反扑 那只要我军炮一响 墙一开 这些人啥都不管 立马跑 逼军团长了解战况后 急调围六师 替围首都师反扑乙子山 要求围首都师 不惜一切代价 夺回首指山 但围六师在关带里西山 被十二军三十四师 打得是焦头烂额 根本没有能力反扑乙子山 所以象征性的应付差事 至此 乙子山战斗基本结束 围首都师全线势力 为了重整士气 必须找个替罪羊 来为所有的势力负责 找谁呢 弄丢乙子山的 机甲团二营营长 该说不说 这哥们挺冤 前线的几个营长中 就他祸祸的新兵手 其他几个营长 都整营整营的 摆给了两三次了 显然 伪军内部也不满意这个结果 所以师长也被撤职了 那个深圳南部战区总司令 仅仅三个月的 原首都师师长宋姚赞 又被调了回来 老老实实 当他的师长 伪二军团长 给了他一个任务目标 而且只有一个任务目标 在10月13号前 夺回手指山 不用管上网 因为尾巴师 已经在过来的路上 后续有尾巴师 替他们防御 宋姚赞 把机甲团团长 轰去了训练所 训练新兵去了 把机甲团的指挥权 给了白虎团团长 由白虎团团长 担任前线指挥官 发起最后一战 10月13号 战斗开始了 白虎团一营在左 三营在中间 发起人海冲锋 以白虎团二营 担任二体队 机甲团三个营 担任预备队 因为这种打法 在世界战士中 也实属罕见 所以可能大家听着 会感觉有点怪怪的 这么翻译一下吧 伪军这是 梭哈的一个团 去主攻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团 做好了随时 梭哈进去的准备 成团成团的怼一个山包 这么说就豁然开朗了吧 敌人六个营 重兵压境 仅仅为了攻击 101团一个牌 坚守的手指山 我们这个牌决定 阻击一堆 不如反击一个 勤贼先勤王 所以对着负责主攻的 白虎团一营杀了过去 一举重创他们 迫使其从主攻序列 成为了二线预备队 由于伪军准备的充足 我说的是兵力充足 所以他们远远不断的 由整营过来反扑 所以打完这波 我军也伤亡很大 全都退进了城道 不管伤亡多难看 也不管山体内部 有没有志愿军 反正地表是为首都市的了 他们长熟一口气 同样 他们更加担心 尾巴师抵达前 其实也不无道理 毕竟上次放了一个营 没能守住嘛 这次翻倍也可以理解 部署完防线后 他立即催促尾巴师 你走快点 快来接防阵地 尾巴师这个傻鸟 他不知道坑道里有志愿军啊 偏真的以为 真的是来接管阵地的呢 结果上来的第二天 就被干掉了一个牌 那是后话 今天不说了 回到今天话题 尾巴师抵达后 尾首都市这群残兵外将 立即跑回了二线 据宋谣赞回忆称 当我再次回到首都市的时候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首都市商贸巨大 司机行政人员都成了战斗兵 尽管如此 他们的官方战事中 还是写下了光荣的一句话 为首都市 没让志愿军十二军 夺走首都高地 我十二军于十月下旬 按原计划与六十七军换房 他们刚刚撤离金城没多远 突然接到了一封 十万火急的电报 上甘岭求援 至此十二军没有任何休整 便踏上了命定的阳明之地 上甘岭